即将在这个星期六投票的金老伦补选 被视为是巫统在509大选下野之后 得以从谷底反弹的一场翻身仗 事业上演一处绝地大翻身的巫统 昨晚就找来了他们在第14届大选之后的新战友 也就是一党来联手合作 并出动了两党老大 以双巨头同台开奖的方式出尽全力拉票 趁着补选前的超级星期天 巫统与一党昨天晚上联手在双西哥央肯殖民区 办了一场大型政治讲座 虽然现场并没有为观众准备椅子 但这丝毫没有影响到他们聆听演讲的意愿 有人洗地耳作 有的则是索性站着 现场气氛热闹 在这场长达近一个小时半的讲座中 轮番上台演讲的领袖 打出了他们一贯擅长的种族宗教牌 激励中区选民的支持 其中为巫统站台的一党主席哈迪阿旺表示 作为国内的最大群体 穆斯林在509大选中的选择 可以说是一场灾难 接棒登场的巫统带主席莫哈摩哈山 同样炒作宗教课题 他点名西蒙上坛之后 在一些场合需要同时念出五个宗教的祈祷词 这等同是贬低了伊斯兰教的地位 就在这场千人讲座举行的同时 西蒙则在距离会场不到100米的地点 举行造势活动 教证意味十足 那对于乌伊两党要求选民 不要投选非穆斯林的言论 前来重镇的伊党已故精神领袖 聂阿兹的长子聂奥马 则是反抢伊党在明明时代 曾经呼吁选民投选非穆斯林 如今的说辞是自强矛盾 他也要选民在投票时 不要只看候选人的宗教 反而是看他的表现